由于目前已经进入一期水稻耕作期 为了让乌溪下游的草屯镇等的七千多公顷稻作由水源灌溉 国姓农泉寺几日起进行供五停二的措施 星期六日将水源下放到乌溪下游供草屯农民水稻耕作 为了下游这七千公顷的农田 所以说我们在农田水利署南总管理署会做一些水浸的轮流灌溉 把有限的水质源供应给下游 那些正在运水期需要大量用水的水稻 当然轮灌会造成农民一些使用上的不便 可是谢谢大家的乡亲的支持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这个一起做的水稻供应 能够让它正常的成长 让下游的农民农工收割 县议员黄世芳表示 由于目前已进入轮灌阶段 也提醒农民要注意供水时间 也希望在缺水的时期 大家能够供体时间度过缺水的危机 最近因为缺水的问题 所以会实施这个分区的分流 那请农民一定要注意这个公杠 一起大家也是要注重这个节水的部分 大家一起来撑过这次缺水的问题 县议员黄采云表示 由于轮灌已经实施 农友们也要注意除水 也希望农天水理署能够考虑早景或是其他配套方案 让大埔里地区的农民农业用水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附议员黄采云表示 由于今年少雨的影响 不管是民生以及农业用水都受到不少的影响 如今进入一起水道跟做其 农天水理署南投管理处为了调配水资源 也进行轮贯的工作 也提醒农民朋友要注意农天水理署的供水公告 或是洽询水利委员及早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陈文一国姓香采访报道